绿色和平组织今年与台湾澎湖南方四岛保育协会合作 在澎湖的万安湘东侧海域进行静探行动 总计清出了约400公斤的废弃渔网 救出了不少受困渔网中的鱼虾 让人惊叹人类对海洋的破坏如此之大 这次的近海地点位于万安岛利西龟产卵7地保护区东侧水域 不过保护区仅涵盖产卵沙滩的陆域范围 而会保护母龟上岸前及幼龟孵化后的周边海域 绿色和平组织就说 从海底状况可以发现 其实破坏海洋的行为依旧存在 海洋专案主任周梦勋说 海底废网众多 可见不当鱼捞活动仍旧存在 且覆盖住珊瑚会导致它们破损或感染 更会影响大片海洋生物的漆地 但海洋保育法立法进度严重落后 绿色和平在今年准备要进行水下附网清除前进行了一次场刊 这几次的场刊里面 我们发现到它的渔网量根本就不是我们一次进海就能够解决的 它的数量跟它的规模 它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成本 绿色和平并不是为了解决附网清除问题而一直去进海 我们希望的是海洋保育法通过之后 有效的去执法 有效去管理我们的海洋 可以让整体的海洋开始去减少这些水下垃圾的发生 水下附网的这些问题 我们来到万安岛的东侧去做进海 其实就是要凸显说 我们在万安岛发现 我们希望保护它的绿西龟的残暖气地 可是它的整片的海域 即便附近都是已经是南方四岛国家公园 可能在附近还有一个七美渔液液保育区 其实它的附近海域是没有真正被保护到的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 其实我们会认为说万安岛的周边 如果我们发现到很多水下的附网 或者是一些废弃的一些渔网 它其实造成了很严重的生态破坏 它没办法真正的保护到 我们想要保护的海龟生态系统 台湾朋友南方四岛保育协会 荣誉理事长吴祖祥说 近海成本非常高 一趟近海平均花费约30万元 总计能清除约500公斤的垃圾 换算下来 一公斤的垃圾需要花费600元 民间的力量和资源很有限 也借此呼吁政府 加强海洋执法人员的量能及执法力度 海洋垃圾其实是越来越多 举例来讲 我们一次进海 进出来的废网跟垃圾500公斤 但是我们花的成本大约是30万 这样的话等于是一公斤 清除一公斤的垃圾成本是600块 你看看这个成本是多高 我们把那些宝特瓶 塑料的垃圾往海里面丢 它不会消失 它只不过是在水下 那这雨网往水里面飞去丢 而且是造成一个生态很大的破坏 那最后 它经过了N年之后 它还是变成塑料为例 然后透过整个食物链再回到我们自己人类的身上 那我们每年所能够做的说实在不多 我们所能够清除的垃圾有限 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清除这些垃圾的过程 把这些成果让社会大众知道 这些垃圾是不清楚是永远存在的 那富王其实他会尝到一些鱼类 像我们这一次就有尝到一些鹰鸽鱼 然后甚至有些网子很新 有些鱼才刚缠到上去 然后我们还有把它网子剪开 还可以拯救一些刚缠上去的网 那么这些网也有可能会去缠到到海龟 那么又加上我们澎湖望安湘这边 又是一个海龟他们缠暖的很重要的棲息地 所以如果海洋保护法通过的话 会对于我们望安湘这个海龟他们这个棲息地 他们回来残暖的地方会比较友善 为了呈现水上富王对各地海洋生物 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绿色和平在这次行动中 也找来各地潜水员一同进行记录 希望留下的资讯可以提供官方参考 让官方更深刻体会到人类对海洋的伤害 尽早完成立法动作 台湾的海洋才能还有得救 记者王海龙报道